大家平安健康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了171点 那我要跟各位谈就是说 第一个台子期结算了 我说过这三大全资股不会有表现 因为外资的台子期的未平仓量 是个空单超过三万口 这个偷袭也没有用 拉了四块钱还是黑的 第三个市值来讲的话 联发科也是下跌 整体来讲金融类股也是小跌了 0.04个% 这两个电金都在跌的时候 基本上对加权指数就很大的杀伤力了 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怎么走 生意马 生意马我想到的是什么 可能投资人或者相关的投资公司 或者投营来讲的话 生意马可能这个经济可能会真的会往下掉 你只有生意马 那这样子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软着陆 没有办法软着陆 我说极短线的一个想法 不是代表 不是代表以后的想法 我说在明天如果降一马的话 明天的想法 也就是说最近的一个短期的想法 会有这种情况对吧 每个人都认为就是说经济现在真的很危险 什么萨姆原则对吧 你这个劳动力市场的话 这个飞动就数据始终让人家担心 那你降一马到底能不能cover掉 就是说未来就是说你劳动市场往下掉 极有可能这个所谓的 当然是零售销售的数据还不错 还是上升的 可是问题整体来讲的话 劳动力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 观察经济力的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我刚刚讲的降一马 跌 短线 我不如说是到后面下个礼拜 以后下个礼拜都在跌 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这样洗两马 我从西元2000年的三月 西元2000年三月开始进入升息的循环 经过了四年多以后 来到了2004年的9月19号 就是明天台湾时间凌晨 我开始降起两马 降起两马的时候市场上会 也是极短线 市场上会 我们这个待机都大调 你真的是这个劳动力市场 真的是有可能是big problem 就等于是有大的问题了 所以你才降两马 没不跌 所以说你整个算来算去 降一马跟降两马全部都跌 由我刚刚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感受来讲 鸡肉都跌 好那我现在讲了 极短线上面来讲的话 目前美股的一个走势 慢慢慢慢 在一开始之前是进入一个 所谓的降息的一个利多 然后接近降息的时候 开始压回对吧 今天晚上降息 今天晚上正式降息 明年凌晨降息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是利多出净 我同意啊 但是也是极短线的利多出净 极短线的利多出净 好那也是跌 好 那我们就看这个跌了以后 是我们要 要把手上股票卖掉 然后反手放空呢 还是就这个跌的话 你本身就是持股比重 你要抓队 抓紧 你持股比重不能太高 当然讲这个话也很难 投资朋友很辛苦就说 你买进的股票他不动 那你怎么降低持股比重 你根本没办法卖嘛 又不是有联雅 又不是有中达 又不是正达 你都没有这些股票 你怎么卖呢 你不能卖的话 你手上股票很多 很多股票很多 你看到孔祥子在那边跟解析 这个持股比重要降低 资金比重要升高 可是你没得卖啊 所以我讲 是不是这样讲 但是你们到底能不能这样做 可能没办法 因为没人挑的股票 很辛苦 一旦股票很辛苦 你怎么可能把它卖呢 你怎么可能卖呢 你不能卖的话 你的资金比重就没有办法升上来 那就压回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你手上股票那么多 而且你几乎满党 极短线完了以后呢 那我现在第一件事要问了 升息循环到降息循环的开始 总共经过了多少年 四年半 将近四年半 将近四年半的时间 你认为 9月19号升一次 第一次降息 从升息到降息 经过了四年半 然后9月19号开始降息 一码不管 两码 你认为就是说 整体的长线 结束了吗 你仔细想 每次联准会开会 可能就要降一码 每次联准会开会的时候 就要降一码 货币你会看到越来越宽松 货币宽松以后 你看到市场资金越来越多 你开始看到30年房债利率 最近这个礼拜是6.2% 已经创了9个月的新低了 30年的房贷利率又往下降 美国人的话就是说 房贷利率往下降 我现在负担开始降低了 我本来买这个房子 30年贷款利率 本来是7.78%以上 现在来6.2 可能来6个% 跌破6个% 5.8 那你想想看 这些买房子的美国人 当他的房贷利率的负担 降低了以后 减轻他的负担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增加消费 增加消费 增加消费买进高 我这感恩节圣诞节来了 我中文消费装置可以买了 因为我今年 我这个房贷利率 我开始降低了 我有余钱可以买了 那你认为就是说 未来整体相关的一些 高科技市产业来讲的话 他们的业绩会往上走还往下走 尤其是针对一些位阶低的 我没有在讲未接告的 这才刚开始降息 你就要把全球的股市 开始由多翻空吗 极短线有一个压回 它是你的机会 未来只会进入降息循环 我说过2024年是降息循环元年 这个元年来讲的话 刚开始降 没有到做空的一个地步 所以说我要跟各位先谈到这个概念 孔老师 你今天股票都创高 创高我还是要先解盘 我认为我要先解盘 我可以不解 但我还是要解一下 我认为要解一下 我一直跟各位谈到一个概念 我现在举例了 大盘看好了 各股要挑队 各股要挑队 我现在举例子了 举例子 这联雅 3081的联雅 8月6号 我现在举例子 我没有说是我多厉害 没有啊 没这个词 来到今天 24创高吧 我先跟各位谈 我们8月6号99块出手 来到今天的224的高点 99到24 这是125块钱的价差 125块的价差 这个叫做126个percent的幅度 126个percent的幅度 还在往前推对吧 我现在先不跟各位谈多细腻的操作 尤其这跟黑K棒 待会我跟各位谈 各位 现在在这个地方 大盘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盘 当我8月6号出手的时候 现在大盘比8月6号是要高一点 是要高一点 那我现在用个股跟联雅做比较 我就在想我个股的话 我一定要拿出好的股票来 就是说每个投资朋友都喜欢听好听的 那我就是拿8月营收都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来跟各位谈 好不好 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第一档选的是5274的信华 5274的信华 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们来看看就是说 从8月6号 我出手联雅这一档个股 如果同一个时间 你出手5274的信华的话 来到现在跟联雅比一比 合理啊 我联雅没有8月营收没有创高 没有创新高 只是不过是一个双成长而已啊 1.07亿的8月营收嘛 对吧 好 5274 3081 这个地方嘛 8月6 我打5274了 我cursor还是定在这个地方嘛 没办哦 上去又下来 但是没有关系 你528月6号信华出手的位置 来到今天是赚钱的 是赚钱的 你买在最高点 还是赚钱的 对吧 好 这是第一档信华 我再找一档 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好 我这次选3533的加折 3533加折 这都创历史新高的啦 这个这个没有问题啊 我说的话我负全部责任啊 哎 加折不对了 哎 你明明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啊 你咋的会现在 你当时8月6号跟我联雅同时买进的时候 你买进加折 现在他套牢哎 套牢 好不好 加折好不好 你能说他不好吗 人家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联雅算什么 联雅差远了 来 加折 抱歉 我差你很远 但是我股价 我砍死你 有吧 彭老师你很霸气 选股票 大盘 我说一 我说二 那大家跳出来同样比照办理吗 记得多 懂得多 抓得多 了解得多 13年的高科技产业 这就是我的本事 我没有本事我上来干嘛 这就是本事啊 然后我现在再跟各位谈 一分钱一分货 一分钱一分货 我说的话 我负全部责任 一分钱一分货 懂吗 同样是八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5274的信华 你在八月六号 我出口出手联雅的那一天 到今天你还是小赚 但是也没有 也没有联雅赚得多 对吧 联雅到目前为止 已经126%了 我说的话 我负全部责任 好继续 你如果选到3533的加折的话 人家八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对不起 八月六号的买进 拿到今天套牢 一分钱一分货 再比一大 想想看 都很夯的股票 都很夯 齐鸿今天还有他的新闻 齐鸿啊 说什么GP200 水冷失散的这个部分 都是齐鸿的单 我不与置评 真正都是你的单的话 真正都是你的单 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真正都是你的单 你怎么在这个地方 你一买齐鸿八月六号 来到今天一样套牢 我选了三档股票 信华 嘉哲 齐鸿 八月六号 全创历史新高 对吧 那你要怎么跟联亚比呢 哦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搞了半天 信华的股价位阶在高档 齐鸿的股价位阶相对高档 三五三三的嘉哲 位阶在高档 这都怨谢 而联亚未来的希望无穷 Bingo 对了 我以前就这样讲的 我一直以来看法都没有改变 我的讲法也没变 各位你要知道一个分析师 他一直在坚持他的讲法 有多么的有价值 不会变来变去的 忽东忽西 忽变 忽看好 忽看坏 忽这一档股票 忽那一档股票 我恐想直不来这一档 我的团队成员都可以为我做印证的动作 你要说我死心眼 那是因为我对我的产业看好的我有执着 我就是认为他们就是好 就是好 出来了 今天咋的五二七四的信华 为什么你八月一说创立死心 外资要给你做调降目标价的动作 外资要给你调降目标价 因为他说 你今年营收成长太好了 你零年的营收跟今年营收成长比较起来 会差很多 这就是调降平等的一个原因 从这件事情 今天不止只有五二七四的信华 二三七九的瑞育 外资也是这样子 把目标价大幅下降的原因 就认为你今年的营收非常好 成长多少很棒 但是你机器太高了 你来到明年以后 你明年的营收成长 还会比今年营收成长更高吗 不能够不可以 市占率往下掉 尤其是二三七九瑞育 WiFi7这一块 好那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目标价的调降 所以说你看好的股票 充满了风险 有吧 股价位阶在高档 从这件事情 你可以开始想出两件事情了 你股价位阶在高档的 你没事报纸放出一些好消息出来 结果忽然被外资做出一个调降的话 是不是就跟信华 是不是就跟瑞宇一样 要小心 这一件事情的反面的话要怎么看 你这股价位阶低档 外资现在看你这样涨 他可能给你做调高平等的动作 位阶高档调降平等 位阶低档 因为你明年的营收会比今年多嘛 刚刚外资把很多个股 营收很好的股票给你做目标价调降的 原因是什么 你明年没有今年成长得好嘛 那另外一个讲法就 你现在位阶低档的 你明年的营收比今年的成长要多的要快的 我给你调高平等 我这边有很多事情要预先想到 等到你看到的时候又是孔箱之座印证的时候又完了 不是这样子吗 六个字 什么会期 什么会费 我只要讲六个字 一分钱一分货 听懂了吗 来吧 讲完这个进广告 两档股票都帮各位锁定了 一日快三你来不及也没有机会了 我就是这个样 我有的时候就神来一笔 你刚好看到我的节目幸运那就幸运 你也不要跟我讲说 人家这个会费 人家这个会费 我告诉各位 没得比一分钱一分货 爱来不来 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的指令 我操盘团队的指令 我们绝对不会看涨追涨 我们掌握个股前观资讯 低阶布局一个价位 别人是一个区间给你买 200块到300块 或者150到180 持股绝对不超过三档 我们要做资金集中 绝对不会像跟你设飞标资金不集中 而且持股20档 没可能的事情 好来了 我8月6号出手的时候的前一天 8月5号台北股市大跌 1807点 联雅 跌停104 这一天 1807点 800加跌停 跌幅8.35个percent 来到第二天 8月6号台北股市再见 第一点联雅 8点36分 盘前领先规划点位 定价一个价位99 绝对到吧 之后开始了辉煌的路程 你多么希望在我旁边 我也多希望你在我旁边 8月28号第一根涨停 连续的8月29号 两天两根涨停 8月30号三天三根涨停 好考验来了 还记得这一天吗 911 当天打掉 打到最低192.5 1919跌停 打到最低点192.5 做手 而且尾盘两笔爆量 197192.5 222章453章 你有没有杀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很多东西 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它的答案 911 好 投资朋友们 911是哪一天 是不是这一天 是不是192.5 当天是216.5 今天没有过高 今天是224 投资朋友们 我有没有跟各位谈到 很多很多的操作 都有人性的弱点 你必须要针对 人性的弱点 做有效的克服 而这个克服 就是用方法 我不是说我多厉害 我会选股 我选股很厉害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一档股票在网上攻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很多投资人跌也怕 涨也怕 手上这些股票 涨的时候他也很害怕 他也很想卖 往往吃不到一个大波段 对吧 跌的时候 为什么买进去 这个产业趋势看好的 掌握个股前端资讯 他怎么会跌 受不了停损之后 啪 往上 人性的弱点 你要用方式来 来补救这样子的人性的弱点 好 尖联雅来到现在 你如果早知道 911那天你不会杀吧 今天又在创高 来到224 收盘是214.5 涨了6块半 台北股市跌了将近200点 对吧 那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联雅怎么样 一分钱一分后的概念在哪里 刚已经讲过 你如果不是买联雅 你买到别的股票 甚至买到8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结果你可能套牢 而你8月营收 联雅不过1.07亿 99块的联雅 8月6号 来到今天 224块 总共是125块钱价差 看是125块钱价差的时候 对啊 从8月6号到现在 一个月多一点点 一个半月不到 你只要有10张就125万 你只要有10张就125万 我再讲一遍 10张125万 10张125万的联雅 一分钱一分货在这个地方 好 再讲一个重答 9月9号 一个价位 一个价位 绝对买得到 绝对买得到 买到了9月9号之后 9月10号 收完盘以后 重达8月营收1.38亿 双成涨 公布了这么好的营收 因为股价位阶低档 9月10号 收完盘以后 9月1 涨停 9月12号 几乎两天两根涨停 9月13号 有压回 在这个位置 96块 再出手一次 因为 9月13号 收完盘之后 公布8月 每股获利1.3 公布完了之后 14号15号 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一 9月16号重达 涨停 今天 再插一档涨停 算一下账 联雅是99块 等于是10张 125万 125块钱的价差 126个percent的涨幅 我这个涨幅 其实就是我们价差 重达 75块 我算76块好了 76块 重达来到今天的高点 115块 39块钱的价差 51个percent的涨幅 39块的价差是什么 你买15张 60万 一分钱一分化 一分钱一分货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上个礼拜 我一日快散 你来不及 我也只能说 我准备好的两档 都在我手上 明天台北股市 因的美股走低 而开低 就是最好的出手机会 我锁定这两档 精心策划 你联雅来不及 重达来不及 这两档 我希望你在我出手的时候 你就在我旁边 可以享受联雅 重达 这样子往上标的一个 价差的一个机会 你都来得及 至今不为大 尤其要 抓住这个机会 展示上腾 迈向财富自由的标的 我在手上 广告中电话 好好利用就对了 好 我们先去广告 带回来 我今天一开始就跟各位谈到 降息是利多还是利空 应该是极短线是个利空 但是对一个中长线来看的话 是利多 这个利空是你的买点 另外就是在选择个股的时候 高位一阶的股票 高位一阶的股票 你不要去碰它 外资极有可能针对 高位一阶的股票 它会做出 你明年的成长 不如今年就下跌了 低位一阶的个股 反而你要留意到 就是说明年的成长性 比今年强 所以说很多个股 极有可能被外资 调高频的 这是我刚在第一段 先跟各位谈了 接着下来我要跟各位谈到的 就是我用重答来跟各位谈 9月9号的这一天 75块9出手 对吧 9月9号 好 如果说你今天喜欢买业绩很好的 譬如说5274的信华 8月营收创立只新高 公布之后不涨反跌 9月6号公布的信华 现在在套牢 如果3533的加则 一样 8月营收创立只新高 来到现在也是套牢 你如果选择加则的话 如果选择齐红的话 8月营收创立只新高 好 很好 现在还是套牢 这就是一个选股的概念 我希望我在讲解的过程里面 你们都可以catch到 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高位阶的个股 尽量不要碰 除非你有实质的答案 低位阶的个股 明天台北股市开低 就是你的机会 资金不为大 如果持股乱七八糟 需要把持股调整到最好的话 广告中的电话 好好利用就对了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去付投资风险